最近,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进行的第三次海事,可以说是离服役也越来越近了。 当然在国产航母之后,我国的自研的055型万吨大型驱逐舰也将服役,可真是双心临门啊! 尽管现在官方还未公布055型驱逐舰的数据性能,而且美军也一直呼吁我国提高军事透明度,并表示希望能够参观我这艘军舰。 并且有媒体将美军的DDG1000与我国的055型大驱进行的对比,结果却令美军十分失望,因为在火力方面,DDG1000竟然输于055,可以说055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我国第一艘055大驱将服役,美军急切要参观,对比结果令人失望。 作为目前我军装备中最大的驱逐舰,叫之前的052C、D等军舰来说,055不论在体型还是在吨位上远远把它满甩在后面,由此可以断定此舰能够搭载更强大的动力系统。 也就是说这艘战舰的速度不仅提高了许多,其电力系统也是非常强大的,且能够装备的电子设备也就越多,从性能上来说是非常强大的,并且其庞大的身躯也有足够的空间来分配舰载武器和装备。 我国第一艘055大驱将服役,美军急切要参观,对比结果令人失望。 要说亮点,055大驱的双波段向控阵雷达绝对是上榜的,这种配置是世界上第一艘拥有该技术的船只,其看测距离和精度是非常的高。 基于该雷达,能够为舰上的装备提供各种制导等功能,因此055可以使用各种类型的弹药,能够灵活执行各种任务。 在其活力方面,装备的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HPJ45型130毫米舰炮,由于055比至052低的综合性能要非常的突出,因此能在055上看到这类型的武器并不稀奇。 我国第一艘055大驱将服役,美军急切要参观,对比结果令人失望。 总的来说,叫美军目前为止最新的进船。 DBG1000舰,055舰在战斗力上能够玩爆DDG1000舰可想而知,不过DDG1000舰本身就是精简版,两者相比,055确实要突出不少。 据一些媒体报道,目前美军已经感到压力,因此美军开始在呼吁重启CG-X导弹巡洋舰的计划,能够较055比上1比。 9月30日,美国海军迪凯特后飞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海有关导交临近海域。 中国海军170舰驯级行动,依法依规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 据南华早报11月4日报道,英国国防部近日公布了当时的图像资料, 美国飞弹驱逐舰迪凯特号9月30日驶入中国南沙群岛济南勋交 Gavin和赤瓜交Johnson的海域内航行,声称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 1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查尔斯·布朗·Charles Brown,在一份声明中证实, 一艘中国驱逐舰当日靠近并在距离美国军舰前方约41米45米,处从前方横穿, 向美舰发出警告并予以驱离,美舰不得不紧急转向以防止碰撞中国海军170舰。 11月4日,南华早报援引一份英国国防部公布的文字及图像资料, 曝光了当时在美舰视角下拍摄的迪凯特号被别转向的现场状况。 视频中,迪凯特号播报了自己所在的位置, 北纬1073,东京11407, 并表示自己正被一艘中国舰逼近左舰, 最近距离45码,约41米,他们想把我们驱离出去, 中国海军170舰追踪跟进美驱逐舰,图片,英国国防部, 左侧为中国海军170舰,右侧为美舰,图片,英国国防部, 英国国防部公布的这份文件显示, 中国舰当时发出警告称, 你们正处在危险的航道上,如果你不更改方向, 你们将自行承担后果,两船相遇时的航线图。 视频资料, 10月2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静美将 擅自进入中国南海岛交临近海域发表谈话称,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当前,在中国和东协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趋稳下好, 但美方一再派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海岛交临近海域, 严重威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严重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军队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尊重并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 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打住航行自由的幌子, 行违法挑衅之时, 威胁沿岸国主权和安全, 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 中国军队将坚定履行防卫职责, 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众所周知, 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大国, 军事, 经济和政治实力都是世界最强的存在, 然而美国也是世界最凡人的国家, 甚至欧盟主席都直言, 美国是世界最不稳定的因素, 而原因无疑就是美国屡屡发动战争, 不仅是军事战争, 还有经济战争, 但是刚刚美国军方爆料, 美军被欺负了, 而且这次点名是中俄一三国, 这次中国一比十八完胜俄罗斯, 但伊朗比中俄还牛, 11月5日, 环球时报原因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报道称, 美国太平洋舰队指挥官, 发言人克里斯腾森表示, 2016年以来已与中俄两国发生19次不安全或不专业的相遇, 其中18次是与中国, 一次与俄罗斯, 同一时期, 美国海军与伊朗经历50次此类相遇, 对此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美方所谓的不安全, 不专业相遇都是因为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领海或岛加临近海域, 过于靠近中国军舰, 造成双方海空兵力近距离接触, 其自身行为是引发海空意外事件的源头, 显然美国又在恶意炒作中俄一三国的威胁, 甚至还拿出所谓的数据说是, 从数据来看美国无疑被中俄一欺负了, 尤其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俄罗斯这次竟然远远落后于中一两国, 这绝对不可能, 因为俄罗斯与美国在叙利亚和黑海等地发生的对抗就不是这个数, 因此美国此举明显就是在恶意炒作, 更是在拿中俄一三国军事对抗开涮, 目的无疑就是美国中期选举, 美国的政客又在试图打中俄等国牌为竞选拉票, 而中国专家的言论更是直接打脸, 美国你倒打一耙还要拉上中俄一三国, 只能说脸皮真的非常厚, 据悉, 年初以来俄罗斯与美国军机和战舰就曾二十多次近距离接触, 最近两个军机的对抗距离仅一、四米, 而在地中海俄罗斯战机还曾在美军舰头顶一百米距离处飞过, 即使最近北约最大规模的军演俄罗斯战机依然没有缺席, 直插北约舰队上空, 非常嚣张地飞过, 所以美国军方中俄一十八比一比五十的发言根本不可信, 但是也能看出美国的重心已经向中伊两国转移, 尤其是伊朗更是在美国风口浪尖之上, 在美军的眼里伊朗无疑是完胜中俄, 显然是非常不安分, 而作为中国也不要掉以轻心, 美国年初以来已经多次来中国附近挑衅, 甚至还拉拢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提出印太战略和菱形防务等, 甚至美国国防部长更是称, 中国是美国最大政治威胁, 这个信号无疑非常不好, 只能说明美国又在对中国蠢蠢欲动,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中国军事实力也在不断增强, 中国已经不是旧中国, 而美国也不是原来的美国, 中美的实力相对在变化, 针对美国的挑衅和倒打一耙, 在这里还是要奉劝和提醒美国以下, 中国不惹事, 但是不怕事, 正如国防部所言, 汉山义, 汉解放军南, 中国不是七十年前的中国, 中国已经不是半岛战争一次穷而白的时候, 不要忘记中国曾对外界发出的警告, 不要试图挑衅中国的底线, 因为中国有实力面对任何威胁, 资料图, 2018年4月12日, 中国航母打击作战群等在南海接受检阅, 图源, 新华社, 早上好, 很高兴见到你, 11月2日日本广播公司NHK播出的一期节目里, 展示了中国飞弹驱逐舰南舟舰在南海海域与日本舰艇加赫号打招呼的画面, 画面显示中日军舰吐动过程十分友好, 引起国内热议, 环球时报记者通过采访告诉读者中日舰艇海上浪喝的真相, 根据NHK的报道, 推测故事发生在10月下旬, 应该不是一天内发生的事件, 报道明确显示地点在南海海域, 该场景的主角分别是中国飞弹驱逐舰兰州舰, 和日本上海自卫队直升机航母的加赫号, 可以推测NHK随舰记者位于加赫号, 因此没有日方其他舰艇的操作情节, 但画面还出现了中国的飞弹护卫舰衡舰衡水舰以及一闪而过衡阳舰, 之所以说衡阳舰一闪而过是因为没有衡阳舰和加赫号沟通细节, 和加赫号在海上先后闹嗑的是哪?